今早的ET各股推介就是中信国际电讯1883 简选原因是中信国际电讯提供移动通讯、互联网、国际电讯、手机及设备销售等通讯服务 在澳门市场具有垄断地位 随着中港澳三地今年恢复通关、业务可慕再添增长动力 公司盈利表现稳健,2015年以来年年保持增长 2015至2021年年复合增长率大约是5.8% 彭博综合预测2022至2024年将会维持有关趋势 年复合增长率大约是5.7% 中信国际电讯过去五年每年的派息随着派息比率递增而逐年提升 2021年每股派息是0.225元,派息比率是76.8% 中信国际电讯星期一收市是2.9% 彭博综合预测2023至2024年 息率高达9.1厘和9.4厘 处于电讯股当中的最高水平 策略上,遵送国际电讯去年11月以来反复向上 上个星期二创52周高位2.97元 近日跟随大市回调 策略上可以掏2.83元 目标先看3.26元,跌穿2.7元就适宜减次了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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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